大家好 在香港打官司的时间真的多长 一般都要用年来计算 今集就会跟大家讲下 在诉讼的过程中 如何可以加快有效进行你们的诉讼 有兴趣的朋友一定要看 我是Raymond 一名有超过20年商业诉讼经验的律师 透过多年处理案件 希望用这个YouTube节目 和大家分享多些有用的法律知识 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赞好 和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 继续支持我们的制作 在香港打官司的时间真的很漫长 一般都要用年来计算 今集就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有什么方法可以有效加快 你诉讼的案件 一般的商业糾纷 入到法院 动设都要用年来计算的时间 去完成一个诉讼的过程 但若果牵涉在你的案件 案件并不复杂 甚至乎有充分的证据 证明了对方 可能欠你钱 无力偿还等等 那你就可以透过诉讼程序以外 例如出一些法定的索偿书给他 我们叫Statutory Demand 随即若果出了这个法定索偿书之后 够了21日 他都不回复你 或者不找你的钱 就可以走到法院 直接将对方 无论是一个人 或者是一间有限公司 申请他个人清盘或者破产 这件事就可以大大地减省了 诉讼的时间和流程 但要记住 这些案件只适合于 一些比较没有争拗的案件 若果对方提出到一个有力的争拗 或者在事实上 或者在金额上有很大的争议性 这些案件就未必懂得行 这个Statutory Demand 法定索偿书的程序 另一方面 就算案件需要慢慢进行 诉讼的处理 亦都可以在诉讼的过程中 有很多方法去加快诉讼的流程 例如 开始了一个法庭诉讼的时候 你会写了一个WIT 和一个Statement of Claim 若果对方交入法院的抗辩书 是十分垃圾的 根本是没有论点可言的 原故人就有权向法院 申请一个简易判决程序的申请 英文我们一般叫Order 14 或者Summary Judgment的申请 这些申请是适合于一些简单 没有那么多争拗的案件 就可以减省了诉讼里面 一个很长的Discovery Stage 所需要的时间 亦都可以省到原告被告 双方便要花的律师费 一般在申请这些Summary Judgment的过程中 大概只需要花4至6个月的时间 就可以得到一个最终的判决 真的可以有效地减省到时间 这一集就和大家讲到这么多 大家若果对诉讼有任何疑问 欢迎按一下这个影片的详细介绍下 有些连结可以联络我们的咨询 若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大家订阅、赞好和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 继续支持我们的制作 多谢各位